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美關係在24小時內出現了冰火不同的溫度 9月25日零時5分 外交部發布了一則轉發至新華社的消息 關於習近平主席夫人彭麗媛出席 中美友好青春同行中美青少年民體聯誼活動 內容是9月24日下午 彭麗媛與來自美國華盛頓州的青少年代表團親切交流 彭麗媛歡迎老師和同學來到中國參訪 親身了解中國 敢知真實的中國 期待中美兩國青少年相知相交 為中美關係鑄入正能量 報導指彭麗媛與中外嘉賓一起觀看了 中美青少年籃球友誼賽 並為雙方隊員頒發了紀念獎牌 兩國學員啦啦隊表演充滿活力的健美操 贏得了現場陣陣的掌聲 報導又描述了 彭麗媛觀看了美國青少年代表團訪華的視頻 美方學生代表 慶智勃勃地介紹了這次參訪中國多的省市 了解不同民族風情 體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難忘經歷和感受 美國林肯中學副校長愉快地回憶起2015年 接待習近平主席和彭麗媛教授訪問林肯中學的情景 衷心感謝習主席對兩國青少年交往的關心和支持 願意為促進兩國民心相通積極貢獻力量 而彭麗媛就說這次參訪活動非常豐富多彩 同學們與中國青少年結合了心後的友誼 相信將會在大家心裡留下美好印記 中美關係的未來再青年 希望大家回國之後與家人、朋友、同學 分享訪華的見聞 傳遞中國人民的友好情意 令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之樹不斷開花結果 最後中美青少年齊星合唱了中文和英文歌曲 彭麗媛與兩國學生親切合影留念 現場氣氛熱烈友好 2023年11月習主席在美國三藩市宣布 未來五年邀請五萬名美國青少年 到中國交流學習的倡議 這次華盛頓州十多所的中學 近百名師生是應全國對外有協邀請到中國參訪的 這篇消息的文字描述雖短 但圖片特別多 有七張現場的照片 通常一般的外交新聞圖片只有兩至三張 即使是習主席的外視活動單一活動場景 都很少會發佈這麼多的照片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彭麗媛和中美青少年有很多的互動 當看到中美青少年的啦啦隊表演的時候 彭麗媛還豎起了雙手舉起帽子表示讚賞 可見這場活動的氣氛融合 傳遞了中美關係未來的一點希望 彭麗媛大方親自的形象將中國夫人外交推向了新層次 可以這樣解讀 這是中國政府向美國民間傳遞友誼之手 美國政客無理打壓中國的反制反擊 並不是針對美國人民 這是避免兩個大國之間民情不要走向極端甚至敵對的 在這段消息發佈後的10小時後 中國突然亮出戰略底牌 事先沒有傳出任何風聲下 新華社援引國防部消息 證實在9月25日的8時44分 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向太平洋相關公海海域 成功發射一發避載、訓練無耳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 準確落入了預定的海域 解放軍透露這一枚的洲際導彈 並沒有攜帶實戰彈頭 而是攜帶了訓練用的無耳彈頭 解放軍強調 這是火箭軍年度例行訓練安排 目的是檢驗武器裝備的性能和部隊的訓練水平 並形容發射取得了圓滿成功 並且達到了預期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 中方說這次的洲際導彈的發射 不針對任何國家或目標 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 並且在發射前提前通知了有關國家 新華社的電文只有聊聊幾句說話 但是俗語說 字越少事情就會越大 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 火箭軍突然向太平洋的公海海域發射洲際導彈 雖然只是攜帶了無耳彈頭 官方通報也強調是例行安排 但還是有很多不尋常的地方 因為過去四十多年來 解放軍開展類似的訓練 都是在國內進行的 而這一次就是直接將洲際導彈 打到了太平洋公海上 內地數字經濟智庫高級研究員 劉慶斌就解讀說 這令大家想起了1980年的580任務 當時中美建交沒多久 雙邊關係還是處於起步的階段 同時中國也拉開了對外開放的序幕 在這樣的背景下 中國向南太平洋預定海域 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 如今44年過去 中美關係出現了深遠的變化 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也面臨著 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這一次中國再次將洲際彈道導彈 打到太平洋公海 用意都很明確的 就是要通過這次 那幾個國家 但中國時隔多年 向太平洋發射洲際彈道導彈 自然是一件不了得的大事 大國之前也會提前相互通氣 相信美國、俄羅斯 肯定是事前收到消息 這其實都是三方博弈中的 一個深照不酸的默契 劉慶斌指出這次火箭軍試射 可以與中美戰區司令前一段時間的會談結合 一起看 解放軍南部戰區司令員 今月上旬與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 帕帕羅舉行了視頻通話 之後過了一個星期 又接受了美軍同行的邀請 到夏威夷參加印太國防軍司令會議 並與帕帕羅舉行了面對面的雙邊會談 這次的線下會談 中美戰區司令談了些什麼 雙方都沒有具體公佈 中方的通告只是簡明握要地說 雙方圍繞著如何落實兩國元首共識 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以中美的大國關係而言 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肯定很多 而且可以預見的是分歧只會多不會少 至於共識可能還是停留在最基本的層面 就是不能發生直接衝突 不發生直接的衝突 這並不意味著中美之間的火藥味會少幾分 美國這段時間在中國周邊的挑釁行為 也有目共睹 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軍事分析公眾號《遇風觀察》發文認為 特別是近期中國周邊局勢頗為緊張 美國與其盟友從各方向向 中國發起圍堵 在東海有日本等國叫囂要插手台海 在南海又有菲律賓跳上跳下 美國一邊就慫恿小兄弟向中國發難 一方面又呼籲中國要保持克制 不准破壞所謂的海上和平等等 文章認為既然如此 解放軍是時候展示一下肌肉 令美國人冷靜一點 這是十分正常的做法 美國如果不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 聽不入中國的忠言逆議 那麼中國不介意也套用一下美國慣用的大棒加胡羅伯政策 從實力的角度出發 用美國人能聽得懂的方式令他們清醒一下 另外一位自媒體軍事專家 蔣福偉就指出 試驗前的通報是一種有明確針對性的提醒 為的就是告誡某些潛在對手國家 不要在戰略問題上觸摸火箭軍的紅線 他認為美國在南海、台海等問題上也是生非 說白一點就是為了從中國身上獲取更多的利益 而不是真正為了主持所謂的公道 反過來說這句也意味著當美國激怒中國的成本 是要遠遠高過從中得到的利益的時候 就算華盛頓的領導層裡有些人打從心底裡反華 他們也要為了更多的利益而選擇與中國緩和下關係 中國在這個時間節點上進行這次的試射 也是為了向美國擺明這一點的 只要美國能夠認識到其中的含義 南海局勢、台海局勢 也會在可見的未來重回穩定一些 至於菲律賓和台灣當局等所謂的美國盟友 美國是不會為了他們 墓備中國的洲際彈道導彈打的風險的 簡單總結 短短10小時內 中國向美國展示了一油一缸的信號 是預先設計的大招 夫人外交的親善、解放軍的秀基玉 是告訴美國政客聽 面對中美關係的十字路口上 兩條不同道路的選擇 解放軍亮劍行動預示了中國準備迎接一場大變局的時候 具備了完善而且可靠的戰略威懾體系 當有足夠的實力的時候 對手會重返談判卓 理性務實地面對細菌力敵的對手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